哈啰 Auntie 居然你现在在准备什么 我在穿烫猪脚 穿烫猪脚哈 等一下煮什么 有 刷卡丑 刷卡丑猪脚醋 这边几公斤啊 很多这样哦 嗯 我还是两公斤 你看 两公斤的猪脚醋哦 这个我吃得蛮大个 应该有辣子差多多 这边多重诶 一公斤 应该有 两公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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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这样多 嗯 我们先把两公斤的这个猪脚醋呢 先放下去穿烫 它蛊蛊全部很大 嗯 全部放下去穿烫它 如果没有穿烫它可以的 可以啊 你就泡水哦 泡久一点 泡久一点哦 所以我们先下去穿烫它先 穿烫好 这个猪脚醋呢 等下呢 我们就要准备煮这个 猪 什么 猪脚醋 先把这个猪脚呢 先穿烫好 等下呢 我们等下要煮猪脚醋 它穿烫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煮那个 那些泄水啦 泄水啊 清理那些猪脚里面的泄水 嗯 泄水 好了 我们现在呢 阿姨秀加了什么下去呢 我先把那个姜跟蒜米爆姜 我们加了适量的蒜米还有姜片呢 下去爆姜 这个呢 是刚才已经汆烫好的猪脚哦 我们先放下去备用先 先爆香蒜米还有姜片 所以多少我们放蒜米姜片是为了去味道呢 去那个 它本身的那个味道 对 现在呢 阿姨秀先爆香蒜米 就放下来了 好了 再用汤叶米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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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去一起炒一下 两公斤哦 裹一下哦 两公斤的汆烫好的猪脚呢 放下去一起炒香 刚才呢 Auntie秀只是加了姜片 蒜米片 下去爆香 然后加了一茶匙的冰糖 然后呢 把两公斤川炕好的猪脚呢 放下去一起炒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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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酱油 一汤匙 好油 好油 你沾什么 盐 适量的盐 放入醬油 放黑酱油 大油 然后MBC呢 放的是兰花赛油适量 下去呢一起炒香 MBC呢 刚才也加了一汤匙的梨井地陶油哦 下去调味 萝卜 冰糖 冰糖 做出 不需要制 下什么贴 天上天 加多少ml 我们先加100ml的黑醋 我们必须用的是这个 天上天黑醋 100ml 然后我们继续的炒香它 等一下是不够带酸再加 不够酸可以再加哦 Auntie秀先加了100ml黑醋哦 等一下你们喜欢酸的 可以自己调自己的口味啊 可以加酸一点啊 看你们个人的喜欢啊 一个喜欢酸酸 一个喜欢大酸 哦 那我们现在呢 要把炒香好的猪脚呢 这个天上天不会很酸啊 嗯 天上天不会很酸哦 它是很香的那个酸的醋 对太酸了 我们现在呢 把炒香好的猪脚呢 放入汽压锅 这个煮的下降一公公 公公公的设定啊 我们等一下要用汽压锅煮多久呢 焖煮多久 这个蛮大的 应该蛮久啊 要喝久啊 大概多久啊 我先煮一个 20分钟 25分钟哦 看它很大的 嗯 我们先给它们煮25分钟 那这个大克应该管时间 蛮多时间 嗯 哇 那个骨的向后面 那个皮啊 向下面 骨的向 后面 向下面 哦 骨的向下面 因为它比较难煲啊 哦 所以就是比较难熟的部位呢 放去下面 嗯 OK 然后呢 比较有肉的就往上翻哦 肉比较有密啊 所以为什么Auntie秀呢 是一个一个放下去哦 就把骨 对 大骨呢 就放在最下面 然后呢 以此类推 比较有肉的 猪骨呢 那个猪脚呢 就放在上面 这样子等一下你煮起来 就可能比较均了一点 我们等一下会盖 这个比较肉的上上面 有肉的放上面 所以气压锅呢 会焖煮25分钟 这个比较大 应该要25分钟 要不然等一下我把它留 等一下 好 香的 这个醋的味道 醋的味道很香 我们把刚才炒香好的这个猪脚呢 全部 加入气压锅里面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放任何东西吗 要加水 要加多少的水 加 要盖肉 盖肉 可是我刚才看你煮都没有加水哦 有啊 有啊我再加水 应该加多少的水 有吗好像没有 没有哦 应该没有加水哦 可是我看到还是有水分 应该是那个黑醋的水 哦 黑醋的100ml的水 可以放下去 我们现在加多少的水量吗 我要 盖到那个骨头 要盖到那个骨头啊 我们来算一下哦 大概多少杯哦 我们现在呢 放第一个小碗 然后呢 再加 那弟兄说呢 最重要是你的水分呢 盖过这个猪脚就可以了 所以呢 它的步骤呢 是一定要先炒香好 这个猪脚呢 才放下去 气压锅呢 让它焖煮 然后如果没有气压锅的粉丝 粉丝要怎么办 慢慢焖咯 焖一个小时要嘛 嗯 如果没有气压锅的粉丝们呢 就要慢慢的焖煮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放了第三个小杯水 知道了 还没有看到了 对可能要加多两小碗哦 第一次小碗 加多一碗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小小碗 所以应该差不多了 等一下一炒回来 那个窝头炒煮 嗯 我们先让它呢 盖锅 焖煮15分钟后 我们就要再倒出来 另外一个锅呢 应该要20 25 对 我们先让它焖煮25分钟 然后呢 再倒出来呢 另外一个锅呢 让它炒到熟 我给它滚一下来试一道 好了 我们现在呢 要 盖锅一次了 要给它试一道间 看它 够咸够酸吗 对 我们现在让Auntie Xiu 盖锅一次 看这个 看够咸够酸吗 要试一下 调味一下味道 好了 OK 滚一下来调味道 Auntie Xiu呢 现在加多50ml的黑醋 然后呢 我们就要准备呢 盖锅一次了哦 盖这个气压锅下去呢 焖煮25分钟 Auntie Xiu的气压锅盖 要盖锅了 小心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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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把这个气压锅盖下去 来 我们准备25分钟过后呢 再来 要气压哦 可能25分钟啊 对 我们25分钟过后呢 再来开盖哦 我们的猪脚处呢 已经好了 现在呢 我们煮了25分钟后 Auntie Xiu呢 对 Auntie Xiu现在呢 把全部的猪脚呢 放进去锅里 然后我们就煮到它熟制就可以了 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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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到它熟制,对吗? 来打火鸡 用来 现在我们把它放进去 哇,看一下你的猪脚煮到怎样了 大家看一下 哦,它这个骨头,剩下骨头是做么的? 它跌出来的 哦,它跌出来短了哈? 它跌出来短了,你看 这个肉比较快短,靠近这种腿的这个就比较慢 少完安提秀 那种靠近脚底的就比较慢 哦,所以这个安提秀讲 骨头的部分呢,在入这个气压锅的时候 尽量往下面放哦 然后呢,我们刚才已经焖煮了25分钟 在气压锅里面 然后现在呢,倒入这个锅里面呢 煮到它熟制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是没有气压锅的粉丝们呢 就可以煮大概一个小时慢慢的焖煮它 煮到呢,全软入味就可以了 我先去安提秀下试味道 我刚才试到很香那个醋的味道 这个是它的那个猪脚醋的油啊 哇,好香耶,等下煮到它熟制哦 这个来淋饭就很加饭 应该要加饭了,不要再加饭了 不要再加饭了 我们刚才放了 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了,我觉得那油等下呢 煮到它熟制来淋饭就超香超香 哇,你看 我们刚才放五小碗的这个水呢 下去跟这个骨脚很清楚 还有那个... 150ml啦 150ml的黑醋 安提秀今天用的是天上天 还有呢 蚝油 蚝油 带秀放了一汤匙的蚝油 还有... 赛油 够黑吗?要吗? 够黑啦 够黑 够黑了,够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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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呢,让它慢慢的熟制哦 就是给它自己这样子滚啊 滚了干水就可以了 滚了干水 大家要滚多久呢? 给它焖煮多久呢? 10分钟 10分钟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呢 已经煮了10分钟 收制了 Auntie秀呢 现在把 煮好的竹脚醋呢 盛盘 香哦 那个醋的味道 鱼的那个细细这样去 好了 现在呢 把这个竹脚醋 盛盘的盛盘 不用这里放大碗哦 快一点点就好了 你看 好重 然后就好香 很香哦 有香吗? 他快点的话 嗯,很香 嗯 这个我快吧 今天的猪脚醋煮好了 完成 然后呢 让Auntie秀给我们做他的招牌 招牌动作 Auntie秀讲 哇 哦 谢谢 咱 mission 好 K